Eclipse它第一件是要新建专案 新建专案之后的话呢 再来什么 新建我们的类别 所以这个流程要知道 那再来的话 我们再新建一个专案 这个专案里面的话呢 我们等一下的目标是这样 我这边有十几个范例 十三个范例 那这十三个范例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呢 要把它完成 在一个专案里面的话 该怎么做 第一个当然 请各位建立一个专案 专案名称的话叫Sample 好了 OKSample 好那这边的话呢 Sample这个专案 那工作环境的话 我们用1.6的好了 或1.7这个部分的话 我建议是用1.6的 按完成就好了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就多一个专案了 那专案之后的话呢 请各位 这边再新建 SRC上面呢 再一个类别 那类别名称的话呢 请各位看一下 这个 我给各位的这个图 那里面的话 请各位看一下 我要一个类别 类别名称叫什么 叫 Data Type 那Data Type 就是所谓的什么呢 资料形态 那也就在Jama里面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 从Byte 一直到Int Byte 一直到Long 这个范围里面呢 上面都是所谓的整数 也就是说你将来 你要放的资料是整数的话 请你 放在这个 那不过特别之后 这个好像有个错误 这两个应该颠倒 Short跟Int 这两个要颠倒一下 Short在上面 硬子在下面 那再一个Long 那同样是整数 你想说 老师那为什么 要学这么多个 实际上主要的原因是 早期 或者说你 记忆体环境不足的时候呢 需要节省一点 记忆体的话 那哪一个最省记忆体呢 当然宣告为Byte 是最省记忆体的 那你宣告为Long 是最浪费记忆体的空间 所以一般当然你如果多大的东西 就给宣告哪一种资料形态 不过以现在的记忆体来说 如果你不用Care的话 你全部都宣告为Long 可不可以 也可以 不过习惯一般会宣告成Int Int 但是Int有个缺点 就是它最大是32767 正负32767整数 没有小数点的 如果大于这个数字请你用Long OK 好 那Long的话可以到21亿正负 所以用Long的话 应该不会超过 应该不会超过 那比较用最多是Int 跟Long这两个 OK 整数的部分 那如果你想说 老师那如果说呢 我要有小数点怎么办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底下有两个 一个是Float 一个是Double 那一样 Float比较省空间 Double比较稍微多一点点空间 不过以现在来说 大部分 如果说你不想记太多的话 请你记Double就好了 暂时记Double 因为你Float的话 跟Double有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 你在输入资料的时候呢 记得Float一定要有个F Long一定要有L 否则资料会产生错误 OK 好 那Char的话 就是字圆 字圆的话呢 就是一个字圆 你里面的话呢 比如说呢 你放个C 丢进去的话 它就存放这C 它是一个字圆 不是数字的话 非数字 就是字圆 丢进去G 就存放 那Booling的话呢 它就是放什么 布林 就跟开关一样 True False True False 0或1 不过在那个其他语言 VB里面可以放0或1 可是在Java里面 只能放True 或False 是对或者错了 那最后呢 请各位呢 把它再怎么样 System.println 把它print出去 那print出去的话呢 我们会需要串接 那在那个VB里面 在Basic里面 这个串接符号